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董哥 那最後就是貨櫃航運了 長龍又站回寄軍縣了 這個族群可以重新上船了嗎 剛講完前面講的車嘛 飛機禮拜二講了 現在到底是要從機上跳機 跑到車上 還是要跑到船上 那我們就要回到技術面來看 我們這邊說跌破經營線跌破短期均線 引來了集體共識的賣盤 不管是看長的看短的都要賣 你是站上經營線買的 經營線跌破就賣 你是因為這邊有搶反彈的 跌破五日均線要不要賣 都賣 當然我們有說過波段的一個反彈 反彈從突破越均線開始 所以反彈的結束又從什麼時候結束 從跌破越均線結束 這我們有講過嗎 但是短線我們就說看這個五日跟基均線 那現在短線發生什麼事情 重新暫毀了五日跟基均線 對 小編你還要想蠻久了是怎樣 這樣看不到就對了 短線發生什麼事 小編現在想說 這短線發生什麼事 短線就重新暫毀五日跟基均線了嘛 對 對不對 那這邊跌破的基均線 我上次有講說 你下一次他販多的機會就怎樣 重新站回基均線的時候 現在有沒有站回來 有 基均線以上有生命 基均線以下沒生命 直接歐卡 那現在是歐卡還是有生命 有生命 講完了 短線的觀察 你要再加一條十字均線 把所有均線黏在一起看 請問這一二三四 全部的均線都在上面 這當然不像我們一般講的四海遊龍 因為四海遊龍運氣線要在上面 但是我們就講他現在均線是不是 都站上去嘛 對 所以這裡有密集的短期跟長期的 在這個地方 以短線來看 只要不跌破這邊一二三這三條 那多方音就是持續的 這邊會已經修正完了嗎 未來就繼續往上 我如果講錯 下禮拜加法 我們先講 如果跌破之後呢 這裡還要月均線 我們講過嘛 反彈怎樣才會結束 就這一波大量一反彈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跌破月均線 跌破月均線 從月均線開始反彈 就從月均線結束嘛 我們有講過嘛 他如果這邊下去的話 小編就要唱歌了 不不不不 你要聽跟海有關係的 唱跟海有關係的 聽 海哭的聲音 那就是海哭的聲音喔 就是四面 楚歌 如果跌下來還守住月均線耶 還OK 只是我們在就實務的操作 你在這裡沒 然後你燒到這裡 才要停損 有點痛 對 所以你說短線線 看這麼短期的 跟基金線這三條就OK 比較沒有那麼痛 了不起他在洗你 是在上來 你再來買 這樣好不好配 OK 因為如果你要設定月均線停損的話 那可能你殺下來 萬一他再殺下去 你的幅度會太大 實務層面 實務的操作 你的停損會太大 有時候老王講一點實務的給你看 就是說如果你來分析 當然是月均線波段均線嘛 如果有跌下來守住也還是OK嘛 可是你實務你要進去 月均線太遠了嘛 所以你要先停損 然後再觀察月均線有沒有能夠守住嘛 那等他再次站上短期均線 再來買嘛 小編我這樣形容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因為你聽得懂 觀眾應該就聽得懂 你聽得懂 你聽得懂嗎 那陽明呢 陽明就比較剛開一點 基金線沒有突破喔 對 短期均線也站不穩喔 所以你就再觀察一下 當然他們是聯動 如果長龍可以再來一根 那我跟你講陽明也就上去了 那你自己就觀察一下 畢竟陽明還沒有 對 好 那陽明就等這邊 如果他站上來就OK了嘛 就也是重新翻多嘛 萬海 就不用講 萬海我們上次講過了嘛 他跌破所有的 他連運均線都跌破了嘛 對 就反彈結束嘛 你下一次你要去搶他反彈 等到什麼時候 轉上 所有的短期均線嘛 對 就這樣 這就是貨櫃三雄 好啦 那個 我講很清楚了 長龍已經站上這邊了 方向就是往上 好 陽明 再等一下 因為他沒有 所以他下來也不剛剛我的事 因為他已經站上去了 但是我認為 他如果上去 他就會更上去 安天阿倫 如果下去 下去全部就是四面楚歌 方向都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不對 我下禮拜自請加訪 我希望 我們會員沒有貨櫃航運 但我希望 我這一兩個月以來 這種 很旺的運勢 我們會員持股的很旺運勢 也可以 送上祝福 線上給所有 看老王直播的觀眾 你看我這個人就這麼大氣 對不對 不只我們會員要賺錢 你不是會員沒關係 你只要是觀眾 你只要是粉絲的 一樣祝你賺錢 這樣好不好 好 這個拿去丟 人家送的 人家送的 沒有我要拿去丟的意思 我用不到 我用不到 好 線上的朋友 你們也不希望用到吧 對吧 你有航海你不希望用到嗎 對啊 因為如果在這邊巴來巴去 很那個欸 哪個 哪個 就那個 好董哥 昨天貨櫃航運大長 今天又被大盤拖累下來 這是海盜船吧 我也覺得是海盜船 昨天我一度以為要開船了 要卡摩妹了 要卡摩妹了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過 站上短期軍線 好幾集前講的啦 因為他已經站上然後盤整很久 我們說重新站上短期軍線 也重新站上基因線了 我的看法就是頒多往上 對吧 我們有講過嗎 好幾集前講的 那也等了很久 昨天大長啊 我就差點唱歌了 卡摩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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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今天下半段唱不了 又跌回來了 現在盤勢就這樣 漲漲跌跌 所以你不要看到漲去追 我說 貨櫃航運重新販多 是在這個地方吧 對 不是昨天大長還講的吧 你想一下 如果你的操作 是喜歡看到大長才去追 今天貨櫃下來痛不痛 好 你追在高點啊 可是如果你是喜歡沒有漲的時候 就布局了 你就要買在這邊 今天跌下來 也不過就到你的成本附近 搞不好還小賺一點點 你趕快賣的話 搞不好小賺一點點 對吧 對 成本的問題啊 這邊多方確實 為什麼要等到大長才來追 如果你是喜歡這樣 你要改變你的做法 可以嗎 改變你的做法 你成本漂亮了 你的輸贏就會好看很多 不用說你一定贏啊 就輸贏的數字會好看很多 那接下來會不會看你怎麼看 當時我們在講的時候 這個月均線還在很下面 現在月均線已經跟季均線交叉 黃金交叉 你說月均線已經跑上來了 所以本來的觀察動點是 五日十日跟季均線 現在又多一條了 小賓變哪一條 月均線 就變四條了 本來聽三條 現在改聽四條 你千萬不要打五條 因為五條我沒辦法虎啊 你要丟個四條給我啊 我一定碰你啊 我一定虎你 我一定吃你 所以現在要四條 本來是三條現在變四條 只要這四條都可以守住 那就是一個什麼形態 四海猶龍 那只要守住任何一條 不是全部守住 只要守住任何一條就可以 現在最下面就是季均線嘛 只要守住 收盤守住 那都還是多方趨勢 它震盪沒關係 抹一抹還是會再上去 我就維持我的看法 但要是它一根下來耶 我下禮拜 會來自勤 我的加法呢 我哪一個呢 我一日乾爹 我就會來自勤我的這個 加法 我會跟大家道歉 我在這次貨櫃行運就看錯了 這樣OK嗎 很公平嗎 本來我就沒有每次看對 但是我要講出我的看法 就是一樣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講說 就是 站上短期均線犯多 的確有掌 但是今天又跌下來 一樣看法不變 守住這些下方均線就OK了 如果錯了我來自勤處罰 那 為什麼它沒辦法 今天開船 昨天已經開船了 為什麼今天沒辦法 楊帆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看楊婆婆 不知道大家怎麼楊帆 哈哈哈哈 這個有點深喔 這很久 這有點老喔 這有點老喔 不要醜話楊婆婆 不要亂學 我們學不像 好了 這不能敲 這我們高檔獲 請高壓力沒過嗎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其實你昨天要來追也不怎麼聰明 小編好像 小編折了一下 小編好像 小編應該懂我的意思喔 就是說 你要買 就是還沒漲的時候買 要買你就突破的時候再來買 你不要買在一個 奇奇怪怪也沒突破的地方 小編是不是這個意思 小編看久了也是懂嘛 對 就要買就等突破再來買嘛 你不要卡在中間嘛 變成一個突破失敗的話 不是尷尬 他現在不是假突破 他突破失敗沒有成功 就在整理嘛 他什麼時候可以突破這個 那我不但不用加法 我可能還可以這樣 還可以唱 走路還很大步 一旦跌破這裡 我下禮拜就要 享受這個新的加法的臨詞 OK 楊明也是啊 楊明很刺激了 越去線也是突破進行線了 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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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翻兩瞪眼 楊明也是要等待這個前高壓力突破 就會結束這裡的整理 這樣OK嗎 萬海就不講了啦 不是 落到爆炸什麼好講的 他們有沒有創新低 沒有 昨天人家還創 從這裡反彈以來的新高 新高 他在破底 他今天創新低了 為什麼 這早就跌破越均線了 早就跌破三條短越均線了 當初的反彈 他也沒碰激均線 也沒突破 就墜落 跌下來第一個跌破 越均線也是他就最弱 弱者 很弱 有沒有印證 有 我們是不是說他要等到突破越均線才能翻多 才能開始反彈 對 有沒有突破 沒有 所以其實是他在待賽 他拖累我們 他拖累我們的長榮跟陽明 你拜託趕快行行好可不可以 我要罵你可不可以 好好的轉強 把越均線突破可不可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因為我們講過嘛 貨櫃行運是跟哪個籌碼聯動 頭信 這邊頭信買他就往上嘛 結果頭信這邊就不要啦 就賣出來啦 他就一路弱了嘛 你有沒有看到頭信在買 沒有啊都在賣啊 這邊賣光光嘛 啊你反觀長榮咧 頭信到昨天都還在買啊 所以相對來說我們比較強 他甚至快靠近前波高點了啊 有沒有比較強 有 那有沒有印證我告訴你 戳櫃行運 戳櫃山雄 看頭信這件事情 有 所以接下來就拜託頭信 好好的買啊 你不好好的買 我下禮拜是要被打了 就要被加法了 好不好 我拜託你啦 假買一塊啦 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結束 王以龍老王 極普會頭顧於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價證券無胡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